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维旭 今天半到10点游维旭 给各位做个看盘解盘的服务 行情路况维旭的看法是往下的 跟从这边有报告 现阶段你还是要多看扫作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保留现金集中活力 针对有机会的股票 适合的时机点 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进场 所以现阶段还是跟投资朋友 报告行情路况 人来是往下的方向不变 你还有机会 可以做一个华丽的转身 虽然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可是你还是会有机会的 还是建议投资朋友多看扫作 为什么我跟这边有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来看一下 这边都用跳空的方式表态 好像告诉你非买不可 中美贸易又要进行协商了 利多消息不断 包含了热钱回流台北股市 你有在营造一个 你有没有觉得有事成相似的一个感觉 过去只要在这一边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 外面的系统性的风险降低 而且大家没有所谓的风险意识的情况之下 大家告诉你非买不可 而且告诉你热钱进来 最后就会一个无预警的大回荡 你看这个走势像不像 都用跳空的方式去做表态 跳空的方式去做表态 告诉你非买不可 非买不可 都用这种方式 跳空表现 跳空表现 来看一下 前一波 在四月份到五月份这边 也是一样 全部都用跳空的方式 去跟你做一个表态 来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 是不是都用跳空的方式 告诉你非买不可 结果没多久 就一个重错大回荡 用跳空的方式 跟你做一个表态 告诉你非买不可 今天不买明天会后悔 可是没多久 又是个大回荡 可是没有看了一下现在 这个戏码都一样 因为这两个位置都是什么 国际没有任何的利空 有疑虑的利空都已经解除了 然后都是所谓的 热钱的一个现象出来 台北股市昨天是不是 也是用跳空的方式 去做个表态 基本上都是一样 剧情都是一样 而且内容都是一样 今天的国外的一些 中美贸易战争 一些比较偏利空的消息 还好 都是偏利多的 因为要重新协商了 大家又有所期待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涨全只骨 可是中小型股涨不动 只有涨台积电 同志朋友 我讲的 就是这两个位置点 我在今年4月12号 15号告诉投资朋友 航行路况往下 也是用跳空的方式 去做个表态 跟投资朋友报告 航行路况就要往下 这一段也是一样 6月19号到6月17号开始 是用6月20号传扎 搞航行路况往下 最后也是用 跳空的方式表态 这一下上去 就直接下来 这一段590点 这一段是670点 我都不是用最高点 给你计算的 我都告诉你 哪一天我的位置 告诉你那天的位置 来计算的 是670点跟590点 这一段就会造成 很多人的财富又损失掉了 现在在9月19号 就是一样的历史 我认为 起码一模一样 投资朋友 你必须要小心 这是我跟您报告 这件事情的 4月12号 都是朋友 4月12号15号 告诉你航行路况往下 证据在这里 4月15号 航行路况将往下 6月19号 6月18号 是用6月19号 航行路况将往下 那个投资氛围 跟现在一模一样 6月19号在这 投资氛围一模一样 告诉你非买不可的 但是前一步 已经告诉你 10月12号15号 航行路况往下 已经跌了670点了 当时在高春的时候 又没有人认同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 你用形态或是技术面来说 全部都多方排列 多方架构 而且用跳空的方式去做表态 可是我为什么可以在6月19号 就告诉投资朋友 航行路况将往下 这一段590点 这就是看盘的不一样的方式 要经济起时间的 市场上的验证 9月19号 航行路况往下 目前来说看法不变 我证据拿出来 都还没有开始 都还没有正式的开始的时候 我一样在上涨的情况 都跟投资朋友 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经投资朋友 航行路况往下 你要保有多单 最多你也是六三分之一 的股票在手上就好了 保留大量的现金 三分之二的现金吧 这对你来说 你才有机会 打下的时候 才有机会进场 去做一个什么 加码 集中火力 去做一个布局的 一个所谓的筹码的实力 望宏9月2号告诉投资朋友 所以你以后在工能买点 隔一天还有便宜可以买 之后是一路上去 我在9月19号9月20号 陆陆续建议投资朋友 要做什么 逢高获利下策的一个动作 而且这段时间不断的提醒 投资朋友 即便什么 即便望宏 下来之后 又要拉上去了 怀了友台电话连线在什么 10月4号 我来告诉全国观众朋友 说一件事情 望宏请你要停看厅 不要去介入 请你不要去介入 这边告诉投资朋友 有机会 这边告诉投资朋友 要华丽转身 拉回之后上去 我一样再告诉投资朋友 请你要做一件事情 停看厅 不要去追 千万不要去追 从马出现的问题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 肯定算性高流上眼线 在一天开高走低流长黑 今天是不是又一个往下跌 1.53% 不管是行情路况的方向 以及个股 事实上我都是事先 跟你做一个报告与说明 你一定可以避开的 只是你有没有执行力的 这个问题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保留现金 你不要去管损益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保留现金 你才有机会参与下一波的行情 股票市场每天都具有机会 可是你在有掌握机会之前 你一定要懂得先避开风险 你懂得避开风险 机会你才有筹码 可以进场去掌握它 不然都没有 你有什么机会 上次友台连线一样是10月4号的时候 在这边打下来 我在友台连线的时候 我说得也很清楚 这一段打下来是 回来找买点 因为他有机会过前高 我是朋友 10月8号过前高 但是又被打下来 但是有没有过前高 事实上是有的 那一天 还解一档股票是什么 2345 智邦 11月4号 在友台电话连线的时候我也讲 智邦是正规军进场去做一个布局的 什么叫正规军 正规的法人军团进去做一个布局的 当时我就跟 我公开跟投资朋友报告了这件事情 融资减少 9月25号跟10月3号融资总共减少 这段时间1372张 我说融资减少之后 正规军进场去做一个偏多操作布局 有机会再创新高 前破高点有机会会过 投资朋友事后证明 这两档股票这三档股票 这三档请投资朋友停看厅望红 然后这一档 4915 告诉投资朋友会创新高 也有创新高 2345 资邦连续创新高 这讲在前面 当天还讲什么 还讲这档创意 一样是11月4号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件事情 神秘的券商在哪里 卡位卡在哪里 卡在9月20号 你懂9月20号这个 你就知道它会过前高 事实上也没有过9月20号的前高 过了 但是你要不要掌握这些股票 的前提是 你有没有避开风险 旺宏你有没有避开风险 如果你是长线投资 至少你能不能避开中心金这个风险 你能不能避开新光金这个风险 甚至我在公开电话连线的时候 我说台达电 你能不能避开这个风险 这其实我都在讲在前面 你要掌握到机会不是没有机会 但重点是你能不能有筹码 筹码 子弹 可以掌握机会 而不是你买光了 买满了 然后你的股票不上不下 甚至往下跌 结果另外一个主权股票往上涨 你却没有跟上 投资朋友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大盘现在这个位阶 就很像什么 这个形态就很像过去 我跟您报告的跳空正当创新高 无预警的沙盘 跳空创新高无预警的沙盘 这一段600点 这一段500点 跳空无预警 跳空往上涨 又营造一个非买不可的行情 非买不可的行情 非买不可的行情 告诉你们一定要买 不买 今天不买明天会后悔 因为你会赚得比边上 真的是这样吗 不会是这样的 我企图给你报告 这讲在前面 这不是事后诸葛 这是4500的证据 传证稿刚刚都给投资朋友看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怕你们受伤 我不是怕我没有会员 我怕的是 非会员的你们受伤 所以我不断的在这几天 跟投资朋友这样一个说明 请你多看扫作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保有大量的现金在手上的时候 你先避风险 你才有办法掌握机会 声音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写盘 谢谢大家 请上台湾抗震网 以天家屠龙 刀就合并 立上加厉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就合并 立上加厉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就合并 立上加厉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筹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明天台风来 好想放假 明天人跟着乱哈坑门 这次换了好强的台风啊 肚兄 不用怕 台风来除水费凉 我已备好防抬用品 若欲保命 过去海边关桥 几乎冰细水 我像取员 各金蜜罗张 一图去之类的 确保高局排罐畅通 避免淤塞淹水 还要赶紧收拾花盆 固定门窗招牌 李兄 你防抬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是啊 这下画的台风再大 咱们也不怕啦 防抬出业准备好 愿您在那免烦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到台股直播室 我说过了 你要懂得避开 卖股票 你是机会 你差不办法掌握得住 你必须检视 我的做法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看盘会不会因为多空磨你两可 昨天创新高 由空翻多 然后今天又回下来补这个缺口 又告诉你 哇 缺口马上补 没有这么强势 然后又多又变成保守 我是不是强头草 你必须检视这一点 如果我是强头草 那我代会员应该也都是随便乱做 那你就没有必要看我的节目 不是如此吗 不是 朋友 再来你要检视是什么 我们的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的 我们的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我们分析不是为了带会员买进股票之后 就不带会员出股票的 我们的目的是让会员 借由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专业 我们带会员进场去做交易 不见得买到最低点 不见得卖到最高点 但是分析一定觉得有机会 一定要带会员做动作 然后是什么 有买有卖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 刚刚投资片有报 跟投资片有报 9月2号告诉你旺宏是买点 上去了告诉你 9月19号 9月20号提醒投资朋友要获利 下车 这一段叫做分析 是公开分析给你们听的 那也没有带会员去做交易 这才是重点 9月2号带会员试驾买进望红 尾盘拉上去 几乎差一档收涨停板 差两档 差一档 30.3涨停板 最后成交30.25 等于是差一档涨停板 9月19号世界要出清 赚9% 我觉得可以了 我们的分析是为了做交易的 有买 有卖 资金空下来了 我们才有多的子弹 去选择去等待 有没有下一波的机会 当时我跟投资朋友报告这个红海 8月20号 股价低于净值 外资买卖力道降低 具有投资机会 我认为外资买超力道会降低 开始会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来看当时 你要懂得筹码分析 你要懂得正规军操作 你才会知道 哪些股票你要避开 哪些股票是有机会的 你要事先提前去做一个布局 8月20号在这里 这一段日子 外资在做卖潮 之后 我说外资逼潮 卖潮力道降低 隔一天还真的是买潮一天 但最后变成由卖转卖 拉上去这一段 就在这边 投资朋友 8月20号 之后打下来了 投资朋友 他又要买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买到脆低点 对 我买在这里 这个时间点才要买在这边 你要震荡震荡 等很久 我们买在这里 最后有一天 无疫情的打下来 全市场又要 又要跟你讨论什么 黄海不行 iPhone卖的不好 糟糕了 前波低点 70.7 岂岂可危 而且一个往下跳空 这一种 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下探底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不对 你听到这个 你听到这样的消息 是你听得进去的 但你活在同温层里面 我分析可以投资朋友 你买下来 打下来 是一个买点 8月26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段有没有做 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 分析是带会员去做一个 可以的交易动作 我诉求的不是带会员 是什么 买到最低点 卖到最高点 完整撞到一个波段 我诉求的是我带会员 用我的经验 跟我的专业 说我在什么时候 做可以的交易动作 要不要动作很频繁 不需要 我们卖掉的旺宏 资金转到 卖掉的旺宏 我们就有多的钱 可以做交易动作 特别会员也是一样 当我们调整持股之后 我们就会有什么 会有新的动作可以做 来 8月20号 买进旺宏 在这里 我公开起 我相信有些投资朋友 不见得敢买 8月20号 在这里 8月20号我公开起 具有投资机会 但不见得投资朋友 每个都敢买 8月20号买进 8月20号 再来 我说过了 打下来 刚才讲到这一段 8月26号 打下来一个跳空往下 之前看 之前觉得 红海 红海不怎么样的 反而更唱衰红海 反而跟投资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70.7有机会在破 因为它是往下跳空 但是我还跟投资朋友报告 不要去紧张 它仍然是具有机会的 之前你没有买到 反而要进场 再做一个什么 勇敢进场 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我这样分析 都是朋友 应该有印象吧 那我在会员 有没有这么做 8月26号 打下来 8月26号打下来 加码买进第一笔红海 好 红海就 这两个买点很漂亮 一路拉上去 近期又打下来 投资朋友 我又跟投资朋友 在这一段的附近 是不是买点 你前面没有买到的 你前面没有买到的 这边你可以从容不迫的 在进场去做什么 布局 甚至我们带会员做什么 加码 你说会员 你已经收到这个讯息 但是你又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敢不敢这样做 我分析师 我也是做交易 因为我分析师 给你听的嘛 不 我也同时分析 给我的会员听 为什么我们要做动作 为什么我们要做动作 打下来 在这段时间 我们在哪 10月1号进场 再做一个加码 来 10月1号 鸿海市价加码第二笔 72.5元 72.5元 投资朋友你们看一下 我们买进第一笔 72.7元 我们市价买进的 加码单第一笔 71.8元 我们加码的第二笔 72.5元 这些买点 这个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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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现在股价 73.5元 你觉得我的买点是对的吗 三笔蛋 现在鸿海都在称 现在股价都已经超过成本了 我们鸿海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的会员 他是信任我的 而且我告诉投资朋友 我的分析 非会员的我也告诉你 他是怎么样交易动作 是买点还是机会点 我都很老实告诉你 但是我相信 有些人他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没有执行力 所以他会错过很多机会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行情路况 请你多看扫作 这是因为你们大多数人 没有办法理解 现阶段行情该怎么走之外 个股操作该怎么做 你们不晓得 你们手中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股票也没有机会可以报 鸿海他是可以报 所以我们持续去进场 做一个加码 基本单占两笔加码单 现在股价就赚小幅回档 都还在什么 都还在我们成本 都还在价钱 这个股价之下 我们都还在赚钱 也是该出的时候 我也不吝啬告诉投资朋友 请你出股票 该买进的 该卖出的 该不要去做追价的 我都不吝啬跟投资朋友 就有做个报告 因此想到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们会了解 有时候交易股票市场 不需要每天去做交易 你在关键的时间点 做会的交易动作 你绝对会做的 你绝对不会呈现一个 大输的一个现象 小赚小赢 我们最后就是等大赚吧 而不需要是什么 急急硬硬的去做一个交易 那你要加入我的会员 你必须先认同我的操作方式 我的操作方式就是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 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的 分析是为了做交易的 周末假期 是连续的连假 也许投资朋友 你不晓得你股票 到底有没有机会 你很茫然的时候 我是业劫唯一盘中 跟你持股诊断的 这个活动 在这个周末 在这个连续假期 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会在交易时间盘中 亲自回电话给你 我的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的 我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的 让我告诉你的股票 该不该留 请提示 你的老师看有短行路况 也看不短行路况 他会多空摇摩鳞两颗的脚 我的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我的分析不是为分析给你听 我的分析也是为了 带会群去做一个 可以的交易动作 让我的会员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交易风景 希望我都可以帮助你 赢一场赢以为了的战役 只要你行动 拿出执行力 连续四天年假 我们服务线上人员 都会在公司替你做服务 如果你有兴趣的 我欢迎你在这段时间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在注意做联络 我是高维旭 主导要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我们下周见 本台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并公彩精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解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期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以天花屠龙 刀就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花屠龙 刀就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花屠龙 刀就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